阿连的山海关大楼 在强震之后 这里被列为是红丹的围楼 不过现在处理方式出现两派的声音 在济师鉴定之后 告知楼是还有旧的 透过耐震补偿工程 就可以继续留下来 有一派住户就认为 那就留吧 毕竟他们还有房贷 而且重建也会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但是有另外一派投资派的住户就认为 大楼重建价值会更高 希望直接拆除 背着重重的家当被迫从家园离开 山海关大楼在花莲强震后 被列入红丹围楼 住户们头上全都戴着安全帽 就怕一不小心会被瓷砖砸伤 大楼外观明显裂痕 楼梯间全是掉落瓷砖 墙壁军裂两柱断裂 天花板甚至直接不见 好不容易辛苦爬上高楼 却看到家中物品碎落一地 住户心真的好痛 被迫离开住了那么久的家园 他们这下又该何去何从 而经过济师鉴定 却仍大楼可以透过耐震补强的工程 来修补 住户瞬间仿佛看到希望 但此时却出现反对声音 投资派住户认为就房屋价值来说 当然是重建好 但却有超过一半的住户负担不起 这庞大的重建费用 重建的部分没有任何公家的经费可以进来 那势必就要依靠善款 根据了解山海关住户超过七成 还有房贷 若再加上重建费简直没办法负担 实际派住户希望能够把房子修好 继续留下来 红黄丹并不是 他就唯一只有拆除一条路 那现在有去做拆除的 是他都有他已经倾倒了 大楼到底拆不拆 在即时鉴定后留给住户讨论空间 记得被尋利其英华联报道